既然群宇宙是一体 我们齐心动力 要为群宇宙负责任 要群心群意 为群宇宙就对了 不要分哪个法界 哪一种佛土 甚至于更小的时候 分哪一个星球 哪一个星系 哪一个国家 哪一块土地 就越高越小 那就错了 本来像任人应说的 确实我们的星量 是星包太虚 亮州沙街 这是原本的星量 为什么现在连两个人都不能包容 星量小到这个程度 中国有一句英语说得很好 叫亮大佛大 现在人星量太小 就是他没有佛报 星量越小 越没有佛报 星量越小 越生活得越苦 苦从哪里 自己找来的 不是外面人价格的 他星量太小 所以亮大佛大 硬大把星量脱开 脱开星量的书 这个教科书 我觉得 鲜熟过世的 望景还原观 很好 这一篇论文不长 把华严经里面的道理 修学的方法 全部说出来了 真真难得 华严经的最重要的是讲宇宙的缘起 万物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 以及我们人 人是指自己 自己从哪里来的 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后面一半是教我们生活 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 去生活 在生活当中 回归长期光 教给我们四个 基本的德行 你要做菩萨 四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 随意愿意 妙用 你如果真的是菩萨 你能够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那就是妙用 恒顺众生是岁月 随喜功德是妙用 无论是顺间 是逆境 是善缘 是我缘 菩萨 通通把他变成 提升自己的 增上云 教化众生的 增上云 这是智慧 这是断难 高明到基础 它不造成障碍 这是要学的 学了之后 你这一生就非常快乐 你天天生欢喜 你不会生烦恼 为什么呢 所有烦恼都被他转成了欢喜 他有这个能力 这叫真实智慧 真实利用 因为原理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 换一句话说 看你怎么想法 顺境逆境 善缘 我缘 看你怎么想法 你想法正确 跟佛一样的 你把境界统统转过来了 你在境界当中得大自在 你在境界当中圆满成就 也丝毫不迷惑 这是大乘佛教 无比殊胜之处 没有一样不能转移 说明念头的能量 地确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 能量是无法形容的 这个能量太大了